华联省政府在9月20和21号连续两天 在花莲东大门夜市旁的大草坪 办理了SASA日常音乐会和市集活动 由原住民乐团来陪伴大家度过悠闲的午后时光 不仅可以欣赏到精彩的音乐表演 还能相揪乡亲好友们一起来享受草地野餐的乐趣 在周末午后共同副写属于夏日的美好回忆 花莲省政府在9月20和21号连续两天 在花莲东大门夜市旁的大草坪 办理SASA日常音乐会和市集活动 而火舞表演可以说是乡亲们最喜爱的艺术表演 在秋季的星空耀眼里 不仅可以欣赏精彩的音乐表演 还可以揪亲朋好友一同来享受草坪野餐的乐趣 就在周末午后共同副写属于秋季的美好回忆 来自新闻香夫斯串的泰鲁格族创作歌手 有表演主语歌曲来和大家一起来欢乐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一个专业舞台 让在地创作歌手有机会展现独特的音乐风格 以及创作特色 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有机会向外界展示 花莲在地多元的音乐创作能量 并且提供公开机会 给洗脑的创作人们 促进在原住民音乐产业发展 并为这些创作者注入更多的力量 记得订阅话都不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